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次圣诞节马上到了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圣诞节煮菜 红酒烤牛仔锅 牛仔锅要大块 我已经处理过了 处理的时候 首先加冰水 然后倒料酒 花椒颗粒 葱 生姜切片 水干住牛仔锅 让它泡两个小时 中毒泡一个小时以后 把血水倒掉 再重新再泡 那个时候泡的时候 就清水泡就可以了 泡了两个小时以后 拿出来控干 主料材料是牛仔锅 然后其他材料 红葱头 整颗下去就可以了 不需要切开 然后面粉 普通面粉都可以 迷迭香 百里香 红酒 牛骨汤 家里没有牛骨汤 我们只需要高汤就可以了 生抽 不管有哪一种牌子都可以 这个是改奶油 我用的是奶油骨油 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用油 一定要内高温的油 这个翻节酱 这个翻节酱 我们要用厚一点的翻节酱 第一步我们先来煎 这里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锅 等一下就直接进烤箱进去 所以家里如果有这种铸铁锅 它可以放烤箱进去烤的最好 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用康宁的 康宁的这种砂锅 也可以用 因为它我们进去烤的时候 要干上干子 所以这个也是内高温的 先把锅烧热 油载锅 我们用面粉 每面都捕到 好 裹上面粉的作用呢 一个使得这个牛排 等一下烤起来会很嫩 第二个呢 就油放下去 锅里不会爆出来 好 转部裹好了 油呢稍微多一点点 这个面粉裹好的 我们可以抖一下 把多余的面粉 我们抖掉 这个煎的时候呢 我们要擀成中高火 就是我们家里呢 要用普通面粉 高筋 低筋 中筋都可以 但是呢 我们不能用淀粉 淀粉的话呢 放下去容易粘锅 处理牛排的时候 一个小巧门 就是我们平直 大家比如说红烧肉也好 红烧白果也好 冷水泡 就是加刚才的这些调料 料酒啊 花椒啊 葱啊 生姜啊 我们泡 把血水泡出来 这个肉呢 会特别嫩 牛排要煎至两面金网 就每面都煎到 要煎至金网色 好了 那么现在煎至两面都金网了 关小火 然后我们把这个牛仔锅拿出来 先放在一个板子上备用 把刚才的红葱头倒进去 现在我们火要低火露 要把红葱头炒出香味 因为我们要烤两个小时 所以这个红葱头呢 我们不需要切开 就这样整个进去就可以了 生姜切大片就可以了 也放进去 然后葱也放进去炒 一定要炒出它的香味 炒出香味以后 我们加入厚一点的番茄酱 因为水分太多的话呢 等一下这个牛肉了 水太多 番茄酱放下去也是要炒 注意 这个时候一定要小火 因为它要粘锅 白胡椒粉 加进去炒 这一个量呢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口味 黑胡椒 我们可以多加一点 因为它不辣 白胡椒粉呢 有辣味 但是它会底鲜 这个时候炒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火变了中高 好 我们倒入生抽 我这里都没用到盐 因为番茄酱也有一点咸味的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大火炒 因为马上我们要倒入红酒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大火呢 因为红酒倒下去 它会把它的香气逼出来 我们拌瓶红酒差不多了 因为红酒是甜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加糖 就闻到很香的香味 番茄酱冒泡泡了 我们可以把油水锅倒下去 炒匀 是每片 牛百度骨上 好 最后我们倒入牛骨汤 牛骨汤的量 要干骨牛仔骨 如果你家里有高汤 也可以用 鸡汤都可以 这边我们把烤虾 运热到350度 这个差不多都开了 我们加入百里香 然后再加上迷迭香 我们直接在这里先让它烧开 我们关火 我们要干上干子 进烤虾 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是等成品 好 经过两个小时的烤虾进去 我们牛百已经烤好了 颜色都很漂亮 一股浓浓的香味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